尽管面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雇员工基金局依旧表现良好 2018年总收入达到了508亿8千万令吉 而当中股票依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首席执行员东姑阿里扎克里今天表示 工基金局将持续适当投资 放眼今年开拓拉丁美洲的市场 密寻更好的投资商机 雇员工基金局首席执行员东姑阿里扎克里 今天针对工基金局2018年财务报表指出 工基金局去年的总收入为508亿8千万令吉 当中又以股票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占了292亿8千万令吉或57.55% 尽管相较2017年的314亿7千万令吉或6.96%稍微下滑 但依旧是工基金局不可或缺的投资主别 他也透露工基金局除了持续在东盟国家投资 也放眼今年内开拓拉丁美洲的市场 初步阶段只会注入小部分资金 测试随婚后再决定是否做出更大投资 或收购当地的优质产业 此外阿里扎克里也透露 近期会和咨询顾问开会检讨工基金局的战略资产配置SAA 距近明年公布分配在五大领域 也就是固定收入货币市场 股市房地产和基础建设产业的投资款项 数据显示 工基金局去年的新纪会员比前年增长6.2% 共31045人 其中资源申请缴纳工基金 以及家庭主妇工基金的申请人数 占了新纪会员的三成 阿里扎克里认为资金调涨不及通膨的速度 导致许多国人在退休后都面临退休金不足的问题 因此他鼓励资务人士及家庭主妇 踊跃提成工基金申请计划 以保障晚年生活 巴特空间实习记者潘书贤 吉隆坡报道